那双胞胎美女中的艺人急忙将妹妹扶住 并且换人搬来凳子坐下 免得她摔倒 姐姐扶军她 妹妹的脸色苍白的厉害 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 姐姐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 但毕竟还是坚强一些 咬牙说道 没有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别多想了 她虽然安慰妹妹别多想 但自己怎能不多想 一颗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那水墓暗暗祈祷 哪怕是多出一个标记也好啊 可是事与愿违 进入云层的时人中 最差的也出现了三个标记 就只有龙牙山庄李云霄的名字 还是林诞 绝天寒似乎有些忍不住了 身体上不断有原力流淌 猛地转过来 恶狠狠地盯着木庄 众人都是心中一惊 想起了之前那股恐怖的力量 又想起了两人的对话 木庄和木争也是内心吃惊不已 他们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难道李云霄真的将吴大成杀死了 之前那能量暴动的方向 的确是李云霄进入的方向 现在从水墓上的战绩看来 的确是极有可能了 杀了也就杀了 虽然有些麻烦 但他们木家也不怕 在绝天寒伶俐和怨赠的目光下 木庄悠然地说道 既然是比武 有胜有负 有生有死 很正常吗 来参加比试 就要做好死的心理准备 总不能因为 你是某某门派的 人家就不能杀你吧 哪有这个道理 南丘宇大人 我说的对吧 南丘宇也一直盯着那水墓看 内心狐一不定 点头说道 木庄大人说的是 生死由命 而且我还每人给了一道顺衣服 若是这样还死了 也怨不得别人 绝天寒重重哼了一声 努力地压制自己内心的怒火 一言不发 此刻水墓之上 显示破阵最多的 便是傲无心 一共破去十六道阵眼 胖瘦头佗两人 早已在一旁对唱了起来 疯疯癫癫的 但因为没有伤害到旁人 南丘宇也就懒得去管了 其次便是景七的十四道 接下来就是李云霄和成青司 分别是九道 小红也破了四道 英智苦笑着摇了摇头 知道这种鄙视方式 那小红多半是要输了 突然间 战舰上光芒一闪 一道身影应声而落 重重地摔在地上 满身是血 永远 新陈谷的谷主急忙走了上去 将那名弟子搀扶了起来 试探了一下气息 还有命在 顿时重重松了口气 急忙塞进了几颗丹药 不永远 缓过一口气来 看见自己掌门 顿时挣扎着跪在地上 弟子 无能 只破掉了五个阵眼 让师父失望了 那谷主道 无妨 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是谁将你打伤的 众人的目光都望向他 不永远的眼里 闪过一丝巨色 是 是妖族之人 什么 此言一出 顿时满场震惊 一下子哗然起来 南丘雨也是脸色大变 凝视着他说道 妖族之人 不可能 这云层镇中 老夫研究了多日 根本就没有生灵存在 更何况是妖族之人 真的 我 我真的是被 妖族之人所伤 不永远 见南丘雨不信他 大急起来 一边用手比划着 将那妖族之人 形容了一遍 木征脸色一变 顿时明白了过来 不永远描述之人 他见过 正是那恶灵附体的 妖族丑部之长 他顿时想到了 李云霄的策略 不由的心欢怒放 木征将目光望向水墓 似乎已经感觉到了 所有人破阵的数量 都停滞不动了 他急忙低下头绪 在木庄的耳边轻语起来 木庄眼睛一亮 也是忍不住 哈哈笑了几声 绝天寒猛地转过头来 寒声说道 木庄 你笑什么 莫非 是你们搞的鬼 木庄怒道 你他妈的疯了吧 老子笑也不能笑 这战舰是你家的 是你家的地盘吗 绝天寒本就心烦意乱 此刻被木家一顶 立即就要爆发了 咬牙说道 笑你妹的 一圈圈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悬出 不断地扩散开 周围之人 都是吓得急忙逃窜 南丘鱼脸色一变 喝道 绝天寒 绝天寒顿时心中一震 猛地一咬牙 将气势压了回去 但依然可见 他的胸口起伏的厉害 显然气得不轻 南丘鱼看了他一眼 再看了木庄一眼 希望诸位都能克制一些 云层内 不管发生什么状态 也都是比拼的个人实力 就算真有妖族之人 你实力不行 或者运气不好碰上了 也总归怪自己 布永元点了一下头 这个道理他也明白 哀叹了几声 怪自己运气不好 南丘鱼则是眼中闪过阴霾 望着那水幕 似乎明白了什么 李云霄在影视世家中 名声不显 但却是响彻整个天舞大陆 生怀盛气的事 也是人尽皆知 此刻水幕上显示的 众人破阵的速度 几乎全部停了下来 只剩下李云霄一个人 还在增加 小红也在慢慢的增加 他已经猜到了其中的关键 但也异常吃惊 想要一次性的阻止另外九人 那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 至少也要三位九星巅峰的强者 才能够拖住景七 傲无星和成青司 如此看来 之前那巨大的能量波动 以及吴大成的零成绩 几乎可以肯定 吴大成被李云霄干掉了 咻 又是一道光芒落下 有人瞬移了出来 血压弓的弥虹一下子迎了上去 扶住那人 云鹏 你怎么出来了 图云鹏身上毫发无伤 但脸色极为难看 外见道 宗主大人 我被人攻击了 是谁 不认识的 弥虹一愣 随即沉着脸 怎么可能不认识 哪人实力如何 图云鹏忙说道 真不认识 哪人实力好强 至少也是九星巅峰的强者 一拳之下 我的所有防御能力尽数崩溃 若非我启动顺一幅较早 怕是已经回不来了 众人都是听得心惊不已 各种议论声纷纷都在猜疑 殷智说道 这云层内 莫非真有古怪 穆庄笑道 当然有古怪 否则 怎么会是守护密藏的大阵呢 搞不好 这两人都是遇上了患阵 产生了幻觉 扛不住 就自行逃出来了 这么一说 立即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毕竟在幻阵内若是陷入进去 很难分得清真假 就连图云鹏自己也是皱起了眉头 仔细回忆着到底是不是幻觉 南丘宇说道 那人是如何的模样 图云鹏急忙描述了起来 穆庄一听 立即知道是槟城 忍不住窃喜 再附身贴耳 在穆庄的耳边低语 你们两个 偷偷的说什么 一定是跟你们有关系 绝天寒再次怒吓起来 盯着两人 穆庄冷笑道 怎么 偷偷说话也不行了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 绝天寒冷冷地说道 若是光明正大 有什么不能公开说的 明明就是心里有鬼 穆庄懒洋洋地伸了一下腰 有人想打探我穆家内部情报 不过呢 我穆家始终光明正大 也没什么不可说的 郑长老啊 你就告诉他 刚才说的是啥吧 穆庄 微微一笑 刚才 我跟族长大人说 离开通天岛之前 吃了一份蘑菇炒鸡 是新找的厨子做的 味道美极了 让族长大人 回去也尝一下 四周全都笑成了一片 穆家之人更是笑得前腐后仰 颠三倒四的 穆庄也是笑的 天寒大人 要不要寻宝之后 随我一起回通天岛 品尝一番呢 啪 绝天寒气的五指掐入掌心的肉中 全静自行爆开 震得所有笑声都戛然而止 众人都心惊胆战地走远 生怕被波及 李云霄拥有盛气的事 虽然知道这人不多 但也有人听过 再加上木家幸灾乐祸 以及水墓上破阵树木的情况 不少人都在私底下开始传了 听说那个李云霄 身怀盛气 里面藏了不少爵士高手 一定是他干的 嗯 这个李云霄 虽然实力不俗 但是木家向来自傲 若是没有盛气的话 多半是看不上他的 我也信了 你们才知道啊 那盛气 我早在天舞大陆的时候就见过 而且听说 里面是紫城世界 有十几万人呢 不仅是大量的爵士高手 还有海量美女 刚才木征长老说的 什么蘑菇炒鸡的厨子 也是李云霄 从盛气里面找出来的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那这比赛还比个毛啊 他直接喊出十几万人来 另外几名选手 还不直接就死翘翘了 顿时各种议论和猜测 像病毒一样扩散 几乎全都听见了 盛气 很快便传入了音质的耳中 他毫不掩饰的惊骇道 木庄兄 那李云霄手中 拥有盛气 瞬间 战舰中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闭住呼吸 竖起耳朵听着 毕竟拥有盛气之事 太过骇然 虽然大家都在说 但是很难令人相信 不公平 不公平 胖兽头头两人 突然大叫了起来 他们也听到了传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李云霄的破阵 认数直接超过了奥无心 达到了23个 而奥无心只有22 并且长时间没有增长了